姐妹们,秋冬季节呢,是家人养好脾胃的季节 尤其家里孩子晚上睡觉,经常踢被子 身上还湿乎乎的,吃饭没胃口 您呢,可以经常给他煮这个,山药南瓜,红枣小米粥 大家都知道,小米呢,是营养价值很高的粗粮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山西沁州黄的黄小米 据说呢,是抗西皇帝给刺的名 它两年只能种一劲,熬出的米油,特别香 主要你看一下这个米的颜色啊 是那种金黄金黄,透心的黄 平时是很难看见的 趁这几天有活动啊,聪明的人就赶紧耗它几单 熬小米粥呢,咱一定要先烧水 把准备好的南瓜和山药也倒里 接下来,咱先取出一百克的小米 再搭配上两克红枣,给它简单的投洗一遍就行啊 吃过这个小米的,一般都不会再买超市那种散装了 咱们呢,一定要等水开以后,再把小米倒里 这样,第一它不容易糊锅 第二呢,还能让小米粥在最短的时间更粘稠 再次煮开之后,您就给它转成最小火 在锅盐上搭上一根筷子,再扣盖煮 这样呢,就不会铺锅 也就15分钟左右吧 咱们这个山药小米粥就做好了 比例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1比12到15都可以 还可以呢,往里加点白糖或者冰糖 现在天越来越冷 早上给孩子或者爸妈来上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 暖心暖胃,营养又好喝